大家好,我是小麦,之前给大家出了很多期排球轮次和站位的视频 那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询问跟轮次还有站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我今天就总结在一起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球一方如何站位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出的排球轮次还有站位呢 主要是接发球一方是如何站位的 但是我并没有提及发球一方在发球的时候是如何站位的呢 那今天来给大家来细说一下 首先我以第一轮反轮为例子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那现在在图里面的这两个图呢 是我之前排球轮次的那个视频里面的两个图 这里面展示的是接发球一方第一轮的时候应该怎么站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 请去看我那个视频那个里面有详细的讲解 那我就用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一次VNL里面的这局的这一个球来给大家来解释 因为这一个球恰巧是两队都是第一轮 我就可以用发球一方和接发球一方的这一轮的站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接发球的这一方 那大家看这边是詹内利二船站在后排 躲在前排复工后面 然后接应在这边复工在这边 主攻自由人和前排的主攻呢 组成一船线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轮的站位 然后这边有俯视图 关于这个接发球一方的详细讲解呢 大家就去参考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那我这里来主要说一下发球这一方的站位情况 大家首先来看啊 这是第一轮 那第一轮的话就是二船去发球 我们先来看后排 后排这边是自由人在这边 后排主攻在自由人的左边 那后排其实是由二船自由人和主攻 从右往左这么个顺序 大家来看应该站位就是二船 自由人还有主攻这么一个站位 所以呢 后排站的和他应该站的位置是顺序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前排 前排从左到右是接应复工 还有前排的主攻 那他应该站成接应复工和主攻 他实际站的和他应该站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发球这一方的他的站位呢 其实比接发球一方站的要简单很多 其实他就是按照他实际应该站的位置来站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出排球轮次的时候 主要是出的是接发球一方的排球轮次 而不是发球一方 因为发球一方他的站位非常的简单和明了 来补充一点就是前排这三个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站得非常的紧 我理解的是前排这三个队员站得非常紧 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三个站得非常的紧 可以挡住一部分接发球一方的视线 这样的话对于我方发球这个人呢是比较有利的 第二点就是他们三个人站得非常紧呢 也是方便了 我方发完球以后他们三个人换位置 因为这一轮是反轮吧 经营是要站在四号位 主攻站到二号位的都不是他们比较常见 或者是比较习惯的位置 所以在我方发完球以后呢 经营和主攻他们站得很紧嘛 所以他们换位上呢就是会很快可以换过去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们站得很紧的两个原因 那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站位啊 到底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乱乱的站位要保持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用这一场比赛法国队的第四轮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首先图示所在的位置呢 是对方还没有发球的时候 法国队接发球的站位 我们来看啊 二船复攻站在前排 二船要站在复攻的左边 因为两个都是前排的 他们俩有位置关系 前排的主攻呢 要站在复攻的右边 因为他要下车去接一船 所以他挪到了后面 所以前排三个人站成这么一条斜线 后排三个人是后排主攻 后排自由人 接应呢 要站在自由人后面来躲一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第四轮的站位 那我们来看球 发过来以后 大家看我这边加了一个排球 就是这个时候 大家看队员的眼睛啊 其实这个球已经过来了 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球已经发过来了 二船就从刚才的四号位 挪到了三号位来准备传球 复攻也是要准备前排到短平和快攻的 大家看这个时候前排主攻的凯文呢 他这个时候也是在有一个助跑动作 要准备上前来进行平拉开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图 这个图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图已经是二船接到球 然后已经把球传出去 大家看这个时候 队伍已经站得非常乱了啊 复攻已经到前排进行短平 这个时候这个球本来就是应该是给他的 然后前排的主攻呢 凯文呢 这个时候已经从后面接完一船以后 快步上前准备进行平拉开 这个时候前排主攻是从后面已经跑到前面来了 然后后排的主攻恩加佩斯呢 他这个时候是要准备后三的 但这个球没有传给他 经营这个时候也要准备后二的 也是没有传给他 所以大家看这个队伍的相对位置要保持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球从对方发球到队员脱手的那一瞬间呢 揭发球这一方呢就可以进行乱战 也不能是乱战 前后排的位置还是要保持的 只是主攻复攻或者是主攻接应呢 他都要站到自己习惯或者是应该站在的位置去进行进攻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在看排球比赛听到解说 说偷跑一个词 就是说我方的队员在对方还没有脱手的时候呢 偷偷的改变了相对位置 这个时候相对位置变了以后呢 你就是属于轮次错误 因为你没有站到你该站的位置 所以这样对方就会得一分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就是二传为什么不接一传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好解释 那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来解释呢 就是通过他们的英文名字 首先一传呢在英文里面我们叫pass 二传这个位置呢叫setter 那pass意思呢就是传地球嘛 他就是一传的作用就是把球传到二传手上 那二传的这个传球动作呢 在英文里面叫set 就是set的意思就是把这个球放到他该放到的位置 所以呢二传的作用呢 就是去把球传给该传的队员 进行进攻的 所以呢二传要传这第二下 那他就不能传第一下的原因呢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呢就是连击 英文叫double contact 这规则就是同一个队员呢 不能连续触球两次 如果连续触球两次呢 就会被判连击是算伪力 对方直接得一分 所以二传他为了去传第二下 把球传给攻守 他就坚决不可能去参与遗传 但是在极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滚网球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下 那二传没办法 他必须接遗传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情况 一般来说二传是不参与遗传的 下一个问题和这个轮次站位息息相关 就是二传为什么有时候是站着篮网的呢 我相信大家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这一点 那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录像过后呢 我再跟大家来解释 那这段录像呢 就是我上周去卧带华现场看难排比赛的时候 恰巧拍到的这么一个球 那我用这个截图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是萨尔维亚的第五轮 那这里先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有小伙伴提出来 我这个第几轮是不对的 这个我所谓的第五轮呢 其实应该是第三轮 因为从第一轮二传站的一号位 这个开始算第一轮起的话呢 二传轮涨到五号位呢 其实这是第三轮 我想说的话 这就像名字一样 就是个代号 我说第五轮呢 是让大家能更简单的能理解 因为二传站的五号位 所以他就是第五轮 我相信在职业队里面的话 应该管这一轮 其实应该是叫第三轮的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们就暂且称他为第五轮 这个第五轮呢 是二传在后排到最后一轮 这个时候呢 二传为了方便传球呢 他要站在前排去 虽然二传站到了前排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后排队员 那排球规则规定呢 后排队员是不能参与到前排篮网的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二传到了前排 但是呢 大家看他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双脚离地去拦网的 如果这个时候他双脚离地的话呢 裁判是会判他伪利的 这个时候大家看二传是非常有心机啊 他只是垫了脚尖 双脚还是在地面伸出手去拦这个球 但是他这样这么做呢 是符合规则的 他双脚没有离地是没有问题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接应和复工为什么不接遗传 我在之前做了一个视频 叫主攻为什么接遗传 如果大家想听详细阐释的话呢 请去看那个视频 我这里呢 只是简短的提抗切领的和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接遗传或多或少 会对你的进攻效率和效果产生一定影响的 咱暂解不说你接完遗传以后人仰马翻 你没办法上步去进攻 就是说你接完遗传以后 你稳稳地站在那儿 然后你再去上步去进攻的话呢 我们不能说他绝对不会得分 但是呢 他或多或少会对你的进攻呢 造成一定影响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追发主攻 或追发那些要进攻的人呢 因为这个确实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其次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把进攻实力强的队员呢 保护起来 不要让他去接遗传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分心 可以专注去进攻 这也就牵扯到一点 就是说现代排球呢 是以接应为一个主要进攻点的 这么一个排球体系 当然了 这也是针对欧美的一些球队 像亚洲尤其是中国队呢 我们接应是要接很多轮遗传的 对于欧洲一些 接应他是主力的进攻点 强力的进攻点 他是不参与遗传的 但是这不代表说 他们不具备遗传的实力 像意大利的扎耶彩夫 美国队的安德森 还有波兰队的库雷克 这些队员呢 他们要么是主攻出身 要么就是本身遗传也是可以的 在极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对方这一轮发球非常的冲 这个时候需要接应去参与遗传 大家有可能会看到四人接遗传的场景 那这个时候接应的就要参与到遗传体系里来 但一般情况下 竟是躲在后面不接遗传的 那复工不接遗传呢 就跟接应不接遗传的这一点呢 相似就是说复工他也要准备快攻 他的这一点的进攻不像接应 可能那么强力 但他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快的结果呢 就是你不能去分心去参与接遗传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速度上 才能达到快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复工一般是不接遗传的 但是比如说滚网球也好 或者是对方就是发了个前驱球 就专门找到你复工 那你这时候不得不接 那也没办法 这是另说了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情况下 复工是不接遗传的 那第四点我之前也说了 二船呢为了组织进攻呢 他是不会参与第一次进攻的 因为如果你参与第一次进攻 再去传球的话呢 那就是连击了嘛 对吧 所以呢就总结这四点呢 那接应和复工呢 是绝对不会参与遗传的 那用之前法国队第四轮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大家看接应这个时候 就是躲在自由人后面 他就是不参与遗传的 宁肯让前排的主攻下撤 来和后排主攻和自由人 组成遗传线 也不让接应去接遗传 然后这个复工呢 他也是没有在遗传线里面的 所以他是要保证 他的快攻的进攻的 那第五个问题呢 游小伙伴提出来就说那排球这么奇奇怪怪 让人看不出来站位的这样的一个站位的好处 到底在哪里呢 我用塞尔维亚这个第五轮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二船在第五轮的时候呢 他是个后排二船 那他站到前排的原因就是说就站在前排了 然后你在前排去传球也好呢 你这个奔跑的这个距离和你站在后排作为二船 再跑到前排来这个距离上呢 肯定是你已经站在前排这个距离短嘛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对二船传球上是一个优势 其次呢 对于像接应啊 还有一些别的攻守呢 他站成这样的话 要么是可以增加他的助跑距离啊 或者是保证他不接一船 然后可以保证他的进攻啊 都是有他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站成这个很奇怪的这样站位 然后保证二船的传球效率也好 还要保证攻守的进攻效率也好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刚看排球 或者看排球不久的小后班人呢 说排球的规矩太多了 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 我这里给大家提几点 第一点呢 当然就是看我的视频 我做了一些跟排球相关的规则也好 还要解释一些 像主公为什么不接一船 这样一些干货的视频呢 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了解一些排球的规则 记在脑子里 然后第二点就是多去看比赛 同时第三点 在你看比赛的过程中呢 把学到的这些规则也好 知识也好呢 运用到你看比赛过程中 再结合评论员的一些解说 和裁判的一些判法来看 哦这个是这样的为例 然后这是伦次错误 或者这个时候连击 这个时候逛击球 然后你不停的这样反复的看 熟能生巧 你慢慢的也就能看懂排球 在你能看懂排球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排球它非常的多变 有很多很多处理的方式 或者是排兵布阵的方法 或者是这个轮次该怎么样去接 为什么要二换三 各种各样的点呢 就看多了以后发现 其实排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 当你看进去懂了它里面的门道以后呢 其实排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通过这一期视频呢 我希望解答了一部分小伙伴 关于轮次和站位的更多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发现我刚才的解释过程中漏了什么的话 希望大家在弹幕和评论中给我指出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学到一些知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